我们说柯P创党应该是用价值理念吸引人 怎么会是用去攻击来吸引外界的关注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他说蔡英文旁边的每个人都在贪污 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问题那你有没有证据 相关的包括总统府的幕僚就出来讲 而且也真的是要提告 为什么都说人家身边的人在贪污 我们就看看蔡英文跟总统府方面 他们就用柯语录 也就是说柯P曾经说过的话来回向他 他说批评别人不会让自己变好 抹黑别人也不会让自己变得干净 那负面的攻击也不会让选举往正面提升 所以你成立一个政党 是用负面在对待别人吗 再来我们看到如果说要检验柯P他自己 那当年的五大病案办到哪里了 还有这个北市府104年到今天 总共有139个案子移送司法 所以柯P的身边也都在贪污吗 来 瑞德哥怎么看 不能说这个柯文哲的身边都在贪污啦 不过有一些在贪污啦 那么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 那请问中山分局中山一派之所 集体贪污是怎么回事 当时柯文哲在面对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他们的新闻操作是怎样 各位还记得吗 有一天突然间一则新闻出来了 柯文哲接到检举 接到警方贪污的检举 所以上面写四个字 叫做追查到底交给政风单位 还记得吗 交给政风单位以后 刚好那时候 沸沸痒痒痒正在这个抓啦 在传啦 这个中山分局中山一派出所的这个贪污 集体贪污收费的一个侮辱跟弊案 所有的人都以为 原来这个案子是人家跟市长检举 市长在交给政风单位 内部自己举发的 对不对 错 从头到尾根本不是这一回事 因为在柯文哲接到检举前两个月 调查局北部机动站 早就已经布现一年多 早就约谈搜索移送 你掛到的买是不是掛得太过分了 你说的这个案子是另外一个案子 到今天我都还没有看到到底约谈搜索 然后案子有什么进展没有 他都用这样的方式 那么事实上啊 柯文哲今天果然不负众望 本来我以为今天会有 怕天一档地 让我们眼睛 有什么 不管是哪一档里面呢 在台湾比较有 A卡A plus的政治重量级人物呢 出现在台湾民众党的 这个组成现场 他说他没有邀请政治人物奇怪 你打开那个位置图 第一排第二排你看一下 不都是一些政治人物吗 难道这些人是幽灵人口 突然间不请自己来 你事先还能知道排位置 这不是你要请的吗 那么事实上啊 骂人家一只手指头指着 对方的话可能四只丑的指自己 为什么呢 骂人家垃圾不分蓝绿 我常讲嘛 垃圾不分蓝绿 白垃圾不分颜色嘛 因为很简单嘛 骂人家蓝绿是垃圾 最后呢 今天在场的这些 有多少是蓝跟绿出来 或因为初选 没有通过 或是因为闹疫器被开除党籍 这么多人在里面 那如果这样的话 莫怪人家会说 你是资源回收党 不是嘛 那么今天 他的总则 台湾民众党的第一章的总则 有五条嘛 巴拉巴拉巴拉的 看起来好像是这个 等于说 那个宗教团体 你知道吗 哇很好啊 什么 为台湾整体利益 民众最多胡子 我每次听到这个 我都觉得 对都是为了别人 都不是为了你自己 然后呢 什么多元开放的 什么无畏无畏 民意专业 那个都不重要 那么我都觉得 第六条 本来五条而已 应该加了第六条 这个第一章的这个总则 应该叫一个第六条 是什么 第六条就是 本党秉持莫忘初衷 我如何从莫绿 一再变色 很简单嘛 莫忘初衷 不就是莫绿吗 各位 连胜文枪击案的时候 就在台大医院 那么大家有质疑的时候 柯文哲出来说 我是莫绿 我讲的话 大家不相信吗 莫绿不是就这样来的吗 2014年不是借莫绿 然后能够选上吗 最后呢 得意洋洋的说 民进党养虎为患 郭台铭先生 你要听清楚这句话 民进党养虎为患 你小心你也养虎为患 然后呢 我看到他的第五条 我心里呛了一下 本党遵守国家 现有宪政体制 内政上强化国家治理 以兴力除弊 但是对外关系上则 采取务实路线 以争取台湾最大之生存空间 确保主体性 什么叫务实路线 我突然间想起 柯文哲骂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 苏贞昌不要脸 柯文哲骂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骂 站在你旁边都是贪污 然后呢 对对案 哇 客气的不得了啊 毕恭毕敬的不得了啊 这就是你的务实路线吗 还有说不要去惹人家 不能赚人家的钱 就是惹人家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 绝大部分的这个年轻人 你们听得过去吗 票投金光党 台湾变香港 很简单 什么叫金光党 画一个好大的一个明日世界 画一个没有蓝绿恶斗 然后呢 年轻人拥有一个乌托邦的梦想 然后可以赚更多钱 更自由 更民主 就好像一再的强调清廉透明 要求他的局处首长 去跟人家吃个饭 那都要事先登记 也要上网通告 却自己偷偷摸摸的跟远雄 赵藤雄去黑箱密会一样 连多少次都讲不清楚啊 这不就柯文哲吗 从来都是说一套 做一套 柯P今天这个创这个台湾民众党 其实这外界是应该给予祝福才对了 但问题就在于他前一天呢 到处骂人也骂了这个民进党 来指责怎么看 这部分 当然你骂人也要有凭据嘛 对不对 指控别人也要有证据啊 这样子说法 能够让台湾民众党变得更好吗 当然他现在的策略 我之前就讲了 就是说一分市政 只有一分的力量 在关心市政 两分怎么样吃鱼 七分怎么样拔菜嘛 所以他批民进党 一定是用最大的力气 那主要是要获取他的这个支持嘛 那尤其又是他的选民结构跟民进党的这个支持的人比较接近嘛 那所以说这样他会这样批评不意外了 不过因为他话讲的太重 他说总统身边每一个人 那反过来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证明他没有贪污 那是不是就打脸了柯文哲 另外我要讲这个主党是蛮有趣的 台语有一句话叫做官 做官骗处来 做生意骗是谁 做董呢 骗处来跟是谁 全部都骗 不是你看那个主党的人员 我看割家圈为主嘛 都是他亲家兵 这个都骗骗来 所以我感觉没有什么很亮眼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一场 我个人认为是有点失败 是太仓促 因为他说吃便当的时候临时决定了 他就起哄的 临时随性不是吗 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对他会有影响的 我把结论讲到最后 这个会对郭台铭对他看法会有影响 这个我最后讲 那可是你看他这个主党 他今天讲了一些话特别有趣 比如说他讲说 我们的施政准则是什么 民意 专业 价值 价值呢 我听到讲什么价值 对 你的价值在哪 刚才我们都分析了 之前不是说以前说你是墨绿 后来又两岸一家亲 坦白讲你是要读要懂 我都尊重 问题你到底是哪一条路线 你要告诉我们 你不能一下统要读 一下要中间 都是在骗票嘛 比如说他说他的从政守折 叫清廉情政爱民 这句话民进党听起来会不会跳出来 跳起来 清廉情政爱乡土 这不是民进党的吗 这是民进党的slogan 你也拿来用 然后你说要落实什么 什么全民参与 什么公开透明 公开透明 我看了我的眼睛就亮起了 大巨探你跟远雄 密会 讲起来都不堪检验 对 所以我就觉得坦白 我的解释是说 今天这个组党 所有的台湾民众叫什么 叫拼装车 就拼装起来 所以他肯定不会太扎实 最后我要讲 据我了解 事实上郭台铭 郭董非常在意 今天的组党的状况 那如果今天组党状况是这样 会不会让郭台铭却步 更却步 跟他要进一步合作 这个是后续值得观察 不过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个党最大问题 还是在于人 如果只有一个有勘头 那未来很难继续走的 对于